是的,政府宴政就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尽行公开咨询 我之前已经在专题网页提到的资料 你有没有留意到? 有啊,听闻刑事情绪规定上有一定的修改 不过不知道具体修改了什么内容呢? 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相关的资料吧 各位,现在由我们向大家介绍本次修法的主要内容 当前调查和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是用刑事诉讼法典 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一般程序性规定 未能有效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因此,特区政府建议增定与国家安全执法 及相关司法活动相适应的专属程序规则和特别诉讼措施等 从而更能有效实现公正以及保障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 这些规则或措施主要围绕 针对嫌犯羁押的特别规定 专门规定判决的通知条款 赋予相关刑事或行政程序具有紧急性质 增定卷宗保密的规定 准用现行法例中与豁免保密义务或作证特权 防止翻供 卧底调查取证 财富调查 及先与执行证据措施等事宜有关的特别刑事程序规定 原来刑事程序方面真的有不少的变化 但我都要告诉家人听 等他们都关心一下先 必须的 维护国家安全 没有人会是旁观者 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开咨询期到2022年10月5日截止 国家安全全民有责 欢迎市民踊跃发表意见